美国债务协商还没有过 核心通膨PC也还没有公布 台股却在这个时候率先 再创新高 大涨了132点 这样的行情你还需要怀疑是多头吗 当然就是一个标标准准的一个多头格局 那现在操作策略呢当然就是 还有什么股票可以让大家 逢低进场去做承接 逢低承接才是重点 所以我们早报就跟大家分享了 技嘉 为创 这两只都涨平板 大家还记得我们逢低承接的 鲁冰花吗 今天也是再创新高 大行情来了 旁边上还有什么股票值得大家逢低进场去做承接 今天就让我来告诉你 投资握力放远未来 想要跟我一起使用融合总金面 基本面 技术面面巨道的投资方式 掌握股价关键买卖点 欢迎加入我的相关媒体频道 加入之后记得要按赞 订阅加开启小铃铛喔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 顶级超盘手 那我昨天啊 今天台股大涨啊 我昨天做了一个梦 没想到啊 我的梦想真的成真了 我做梦梦到的一些股票 竟然啊 今天都大涨 我告诉大家这绝对不是 马祖显灵 也不是关公托梦给我跟我讲说 有什么股票你可以买喔 都不是 是一个大方向大未来 就好像我平常跟大家分享 我说什么样的股票 最会飙 当然就是有梦想股票 那我昨天到底做了什么梦 我昨天梦到一个梦啊也是蛮奇怪的 我昨天梦到就是说我跟一个朋友 讲电话 聊天聊得很开心 那朋友就很热情 就邀我去他家 那这时候呢没想到 我家我竟然就是拿着电话 到我家的坐电梯到我家的地下室就搭上了我的车 搭上我的车 这样讲起来好像很平常 但我搭上我的车我是什么 我是直接跟我车上的秘书讲 伙计我要到我朋友家 好像有点冷梗 伙计 霹地车李迈克好像 有点老旧了 不是 重点是什么 我直接坐上我的车 跟我的车讲 我要去我朋友家 他就直接跟我说 叉叉叉对吗 我就说对 然后他就 自动自动开车 直接 带我 到他家我就在车上 睡着了 我一醒来 我就到他家 聊天 吃饭 然后很开心 在这样的场景之下你会发现 在以前来说这好像是一个 未来世界 或者是科幻片 才有的场景 但是最近来讲 你会发现AI这么发达 电动车这么发达 自动驾驶也越来越先进了 大家不觉得这样的场景 可能在五年 甚至可能在三年 就可以达成了 因为其实你现在用手机Google 其实也很快 Google一下你就可以知道 地址在哪里 地图在哪里 那 大家想想看如果说 以后啊 我们的电脑都是AI 你直接跟他讲我要去哪个朋友家他就跟你确认一次哦你朋友是不是住在台北市 或者你朋友是不是台北或者是台北线那个 还是 就是新竹那一个 没有错吧 他直接就可以载你到他家了 这个场景 绝对是可以成型的 所以在这样子的 情境之下 我们会发现未来 有什么股票可以买 啊不就是AI 不就是车用吗 你看一下最近来讲 虽然说有些是军工跟观光类股是涨得很不错 但是军工跟观光类股像以观光类股来讲 观光类股 已经长短线涨那么多了 我认为还有机会再涨 但是 有几个人敢进场去追 追哦而且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一不小心追追错了来我们看一下如果你追错比如说 像昨天的寒色 涨得是蛮漂亮的你追错你昨天追在相对的高点你觉得昨天没涨停所以你去追他 买了以后 先买现套 那你难保 会其他的股票会有这样的状况发生 也许他震荡一下在走高 那为什么你不在震荡的时候 你在下跌的时候 再去买他呢 偏偏你就要去追 高呢 所以我最近啊算我昨天也没有跟大家讲观光类股 因为我说观光类股 涨很多了但你有可能会买到凤凰今天还是很 票汉 我觉得啊买股票有的时候你除了 要买之外你还要考虑到你的心理 能不能承受你能不能买这些股票 那既然如果说你不敢去追的话这些股票 不讲再多 对你来讲也一点 帮助都没有 你要的是帮助你要的是有办法帮你赚钱的 股票 如果我跟你讲了一档确实他涨上去了 但是你不敢买你心里 有有结 你买不下去 那 也抱不住抱不住也不会赚钱或者是你也不敢买 买又买不多 对不对 所以会有种种的问题 那配合我刚跟大家讲 你觉得未来什么东西最有未来 难道不是电动车 难道不是这自动驾驶 难道不是AI吗 所以你会发现啊我们最近其实这今年以来从AI GPT出来 我们的主轴都在哪里 都在AI 我一直在讲AI相关的类股 所以呢像我们我在确诊的时候我有跟大家讲说 不过在观察一档股票 叫什么银帮 这档股票呢我非常喜欢我那时候说我在观察他 整理结束了没 整理结束我说他那时候还会再整理 整理结束 我就要进场 好 那为什么我那么喜欢他 因为他基本面就是好啊 第一个 我不是常跟大家分享 一档好的股票 一定要符合三要件 哪三大要件 要有产业未来性 基本面好 技术面要打底完成也就是我所谓的 背离 那这股票有没有符合这三大条件我告诉大家 都有 来那时候我跟大家讲说 我在注意他的时候 是不是在这边 KD指标有没有到底点 KD 低了股价有没有跌破前低 没有 技术分析 合 有没有符合条件 有 基本面的部分我们看到 营收 这需要解吗 虽然说你看4月份的营收没有3月份那么漂亮 但整体来讲他的趋势是大标的 趋势是大成长的 如果你看这个 看不清楚没关系 你看一下 美股盈余的部分 美股盈余第一季 美股盈余赚那么多 跟去年第一季你看去年第一季在这 今年第一季在这 有没有 大幅度的 成长 大幅度的成长 所以营帮 就是一档我会去关注的股票 好所以呢我看到他 已经打底完成了 所以你看一下 WD KD KD很低了股价没更低 是不是这边 这边就是一个进场讯号 所以我看到他一路向上跌高准备要突破200 准备要突破200的时候呢 我昨天呢 我昨天就进场买进了 因为 AI一直都是我们持续关注的一个焦点 202 市价进场买进 价差别超过2 昨天 银帮 来今天的银帮 有没有直接一根涨停板 直接就一根涨停板了 昨天买今天赚涨停 昨天买 而且我不是今天在叫你去追高 我不是买在这边 如果你是昨天的话 如果你是昨天的话 有没有比较敢进场 敢吧 比起你去看那些 航运旅游的类股 都已经涨翻天了涨到已经 宇宙了吧 你敢买吗 对不对 但相对来讲银帮 银帮昨天在这个位置是准备要突破 200块这个关键讯号而且其实昨天他就已经突破了 所以你看昨天买今天是不是就赚涨停 有没有有贫有据 银帮 在我跟银帮的缘分只有这样吗 如果你持续有关注我们的节目的话你就会发现 我们银帮之前已经大赚过一波 那你要看一个老师的实力 就看他的股票就好了 有没有老师啊 一路看一档股票就持续的做持续的做持续的做 一路把他做上天 对不对 你看一下 4月 4月的时候离现在5月也不过一个月的时间就一个月的时间 我们那个时候4月份的时候就做什么 伺服器饥渴厂 银帮 我们公开了以后 当然我们为了照顾会员的权益 我总不能跟大家讲 我这边买进这边买进 我但是大涨了以后再公开 因为这次会员这么挺我 我必须要照顾他们的权益 大涨之后才公开 公开之后你看就两根涨停 两根涨停之后你会发现就真的涨不停 一路向上 就是买在起涨点 买在起涨点一路涨不停 从130块 到150 170 180 194 194准备要突破200块的一个关卡 但是呢因为在200块整处关卡我常跟大家分享 投资股票就是要有进 有出 他在接近200块这个关卡的时候已经123 三天没有再创新高 既然三天没有再创新高的话 即使他的基本面我看他 看得再好 美股音乐是这么的漂亮 在技术面来看 他就是出现了一个短线可能要出现震荡修正的时候 所以呢 我们就 在130块买进 在 195块卖出 有没有扎扎实实赚了多少 扎扎实实赚了快要50% 50% 50%什么概念 哇 100万是多50万出来 200万多100万 钱怎么赚 有没有195出嘛 虽然说他大涨一根 后来是不是出现一个震荡整理格局 震荡完毕之后 我看出来他技术面再次转强了 是不是我们就再次进场 再次进场之后 是不是就再一根涨停 刚刚讲的嘛 对不对 有没有我们再次进场 又再一根涨停 你说 钱怎么赚 钱是不是就这样赚 对不对 所以呢你看 我们就是持续在布局 AI相关的 股票 比如说今天早上跟大家提醒的技嘉 今天也是一度涨停 那当然这些涨停我相信今天因为行情真的太好了 每一个老师都会跟你讲一堆涨停版的股票 但是对大家到底有没有帮助 我认为 帮助不大 或者是几乎 可以说是 零帮助 那我认为真正有帮助就是要逢低进场 很多老师都是去追高 追高买了一堆股票 有没有意义 相信 各位在 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 如果你有加过很多其他老师会员的话 你会发现 很多老师都是每天叫一堆股票 长起来就拼拼讲不长的都不讲 你看比如说每天叫三档 每天叫三档股票 一个礼拜就是12档股票 一个月快50档股票了 在这50档股票你找不出几支 会每天涨停版的股票 我真的爱服了你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真正一个老师的价值在哪里 集中 重压 党数少 对不对 所以你看一下我们昨天跟大家讲 我说这一档 这一档才是真正 有价值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一档呢我认为啊比起今天涨停版的股票 更值得大家去讨论 为什么 等一下跟大家分享 那当然讲到这边啊我会觉得 你会发现这一波啊长起来之后修正 很多人 又被洗掉 为什么被洗掉 因为昨天的美股真的是 好像有点太可怕 所以我常跟大家分享 有时候你晚上看美股啊 白天反而会做错事 今天如果你去看美股的话你会发现 昨天晚上的美股真的是蛮可怕的 昨天晚上的美股我们看一下 昨天晚上美股道琼指数 有没有跌破颈线 如果你从技术面来看 一波这边的高点 越跌越低 这不就是一个下跌的趋势线吗 下跌趋势线之外这边还跌破了前波的低点 他叫做颈线的位置 哇你今天你昨天晚上看到这样的状况 今天早上一大早在8点可能就开始 砍股票 那我也知道大家如果说昨天晚上有看美股 你一定非常紧张非常担心 所以我们的早报 也特别跟大家分享 你看一下我们的早报 早报我说昨天晚上 早报我说什么昨天晚上 道琼大跌 255点 跌破颈线的位置 如果你只是看技术分析 那完了 那你一定会觉得台股没救 但是我跟大家分享 千万不要担心 因为什么 你会发现台股 期货盘 根本就不甩他 盘后是极拉的 我也画一张图给大家看看 那时候回答的消息还没出来 台股的盘后就是极拉 也就是说 你看短线如果你是看技术分析 你看美股去做操作台股 你根本就白白的出在这边的最低点 如果你做期货的话 那所以我早上跟大家讲 千万不要担心 特别是什么 回答公布财报之后 由于预期啊 回答不就是NVIDIA NVIDIA就做 AI的吗 所以你看我们就持续布局布局在AI 所以你看一下喔 我说 除了观光类子股之外 我觉得AI才是真正的主流 早上就跟大家分享 技嘉伟创广达 有没有全涨 是不是 来我们看一下技嘉友达跟 有没有技嘉 有没有涨停吗 一度是涨停吗 广达有没有再创新纲 都是AI伺服器啊 AI伺服器啊 这就是为什么其实我们 昨天就先看上了银帮 因为银帮就是我们的爱将 银帮银帮真的是帮你赢啊 赢到底 一路赢到底啊 对不对 银帮你 现在哪个人不是 看到银帮就想到我 对不对 想到我GD老师啊 银帮就是我们上个月的代表作啊 我们当然要坚持给他做下去 你看 伪创 早上提醒的 是不是也都涨停 但是我一直跟大家分享 其实今天很多老师都有涨停 就算有涨停又如何 但是 你看我们早上还是跟大家分享 最重要最及时的资讯 所以你还没有交我们的 LINE的投资朋友 现在就加入吧 打开你的手机相机 扫描这个QR Code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官方LINE 如果你想用关键字的方式搜寻的话 请打 小鼠 GD1788 小鼠 GD1788 当然你看一下我们常常都会不定期会有标股去做跟大家的分享 你看 早上跟大家讲的技嘉伟创广达 维隐信华N31 其实都很强 所以 大家 如果还没有加入的 请务必要加入 真的 你少加了 你少看一天真的是 措施一天的一个行情 那现在这种盘势的话到底 该怎么操作 一样 就像我刚刚讲的 能帮助你的人 不是带你去追高的人 而是能帮你找到现在还没起涨 准备要起涨还逢低可以进场股票的 老师 对不对 因为你如果说呢 你买一档股票你去追高 第一个你买不多 买不多就像我常讲的 如果你有100万你买个10万 就算赚4根涨停板 也不就是4万 4万之余100万不就是4%有意义吗 没有意义啊 所以真的要赚钱你就是有100万压100万有200万压200万 至少你有200万至少也压个150万吧 你就是火力全开 就像我刚刚讲的很多老师啊 就是 一直叫股票一直叫股票叫不停的股票相信 各位 有加过其他老师会应该都知道一直叫股票一直叫股票啊 然后涨停就拼命 拼命叫拼命讲 然后没有涨都不讲 那我们呢 我们会持股集中 集中 再集中 所以重压布局你才会赚 那重点是我常跟大家讲为什么你不敢重压 就是高位接拼命涨股票 你买不下去啊 或者是一下涨停买不到啊 又或者是太贵 又或者是 你对这产业没信心 叫你买旅游 老师 旅行社还会涨吗 旅行社 对不对 两岸还没开放啊 为什么会涨 你再怀疑 但我跟你讲AI 你就觉得 这就是一个有未来性的股票 还没起涨赶快让我买 赶快还有哪一档AI的股票可以买 所以你投资股票你只要符合这三大条件就好了 对不对 找贝离 买便宜 基本面 帮你找 找基本面是稳定的 就像刚才的银帮 基本面很稳定的成长 或者是稳定的在高档 你这样你买起来才踏实才安心 产业面 旅行社 有没有信心 AI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就是有未来 有信心 买得下去 所以你看 我们找贝离便宜的股票真的是一档接着一档 而且我们投资都是有进有出 你看我实际上跟你讲 怎么进怎么出 都跟你讲的一清二楚 从亚翔我们就不多讲了 你看亚翔KDD 这附近进场 进场之后你看就一路向上涨 这昨天 昨天的图 昨天画的都还在 我昨天说 S是什么 S是什么 不要用有色的眼光看S 他就是卖出 为什么卖出 我说整数关卡就像我刚讲的银帮一样 200块过不去果然你看 200块过不去 果然是不是就出现修正 修正修正完毕之后我们在这边 再进场买进 再跟涨停 是不是就这样赚 来回做 他要休息 我们就不要跟他啰嗦 等他休息完了我们再陪你玩 65块你看是不是出现修正 今天是不是熟黑了 有没有 再看到红幕的部分也是一样 下跌完 就向上 KDD 一路向上几根涨停 1根2根3根 4根 4根涨停 5月23号我就说S S为什么S 你看这波向上这几% 这大概48%我有算过 从50块左右一路涨到 70块 因为那时候其实是48 大概40%左右 3、4根 4根涨停板 我说 70块 整数关卡 上不去3天 所以你看真的 你看到今天 有没有出现个黑棒 开始修正 是不是就是70块的整数关卡 有进有出啦 对不对 你看我们 银帮也是有进有出嘛 200块上不去 先出再说 对不对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操作就是 很有策略性 有进有出 获利才是真的 而不是一直抱着 一直抱着 一直抱着 有获利也不出 有赔钱也不出 怎么样都不出 然后长起来拼命讲 是这样吗 不是吧 好所以 又像是 N31 也是AI人工智慧啊 对不对 细致财相关类估 这几天我们一直跟大家分享 而且我们也不断跟大家分享说 你看我们是怎么带会员的 对不对 这边跌下来的时候呢 当然有的时候啊 股票它是需要一点修正 修正完之后它会再创新 所以在修正的时候 反而是给大家 更多加码的机会 而且这边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 这就是一个头肩底心态 已经完成了 它既然突破新高的话 这边有上影线你也不用担心 它就是会向上 所以你看昨天是不是突破了700块 对不对 那今天就算是在一个上影线又如何 它还是在创新高啊 短线的关键在哪里 750块啊 明天如果突破750块你看它会不会再继续涨 那什么叫做突破什么叫做 不突破 当然这需要专业的判断 我没有办法 用 一句话来跟你分析跟你讲 但是这需要当下突破的当下你要看数据 用数据去做决定 不要用 感觉 很多投资都是用 感觉 我感觉好高 没想到更高 我感觉好低喔 进场买没想到更低 所以投资真的 像我们投资都是没有感觉的 没有感觉你要把你的人性给拿开 把你的人性给拿开你才会赚钱 所以你看我就是在帮大家做这个工作 我就跟大家分享 你看 N31在5月19号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讲 我跟我会 会员其中一个清代会员讲 N31全部大涨了 续报不用担心 他说什么 压力真的好大 大家都在卖N31 我要不要报啊 5月19号你今天回到你今天看5月19号你这边不管怎么买你都是赚的吧 对不对我说不要怕 不要怕 对不对那5月23号我又继续说N31续报 老师还不卖吗N31 当然不卖啊 坚持 到今天在今天有没有持续的再创新高 哪一天没涨的 5月24号 对不对 要不要卖 你看 这就是大部分投资人的心理嘛 对不对 就说 涨起来你都很担心 但是呢 只要涨上去的股票 你又很容易错失了大行情 因为好不容易你等到喷起来的时候 你就觉得我小赚一点就好了 但是其实啊 真正 赢加什么 会把握机会 跌下来的时候 好的股票勇敢加码再进场或是坚持 暴住 不放 一波向上 一波向上 全部就赢了 对不对 所以很多时候啊 为什么你需要我 因为你坚持不住 同档股票 我这次也跟大家分享过有一个 粉丝 直接来跟我要这一档 要一档股票他想试试看我的能力 对不对 就这一档涨上去了 他无话可说啊 无话可说啊 为什么 因为他早就 卖掉了 他早就卖掉了 可能还输钱 那为什么我做赚钱 你做输钱呢 这就是我们专业的价值 对不对 因为我会帮你看什么 基本面 对不对 那当然这些涨起来股票 说真的啦 我觉得 都已经涨起来 我觉得真正最有价值的是什么 就是 集中 持股 集中 然后呢 大涨 即使不要涨停也没有关系 因为就像我讲的 你如果集中火力 你100万 全部压下去 你不要说赚 230% 你只要赚10% 你只要赚10%你就是赚10万 你200万就是赚20万 但是如果你只是像很多老师叫很多股票 你可能只是有其中一部分一张的资金大赚 你不会大赚 为什么 就像我刚刚一直讲一直不断重复重复再重复的 你有100万你只有10万块买到一档 对了股票 10万块买到一档对了股票 4根涨停板5根涨停板又如何 5万块 100万你只赚了5万块 其他分散的不小心输掉 平衡一下甚至 还是亏 没绩效 所以你看一下像我们 最近 你看我们持股有多集中 你就可以知道 5月22号我跟大家分享我说 我们目前较进的股票大概四五档我说如果你真的 其他两三档两档你都不想要 你都不想要再留了 应该说你不想要再等了 没关系 你就集中 这一档马赛克 跟林阳创新 这两档股票短线最有机会再创新高 其他股票你不想等你就 全部资金集中在这两档 我就这两档 我就这两档跟你 定高级了 有没有 很多老师都不敢这样做 对不对 因为 卖掉的股票都不敢 就没有办法讲 而我们呢我们就是坚持就做这两档 成败就是这两档 好所以你看 一样我不只一天讲 5月22讲5月23讲 马赛克林阳创新 我说林阳创新那天果然大涨看法不变 短线如果想要拼击一下 一样 集中 但 这是因为这是 讯息会员嘛 如果是 清代会员但是我就直接帮你集中 因为我不知道你手上到底是 林阳创新比较多 还是这一档马赛克比较多 我就会看状况 去做集中 了解意思吗 好 所以呢 这两股票 你看我们讲了刚两档一档马赛克一档林阳创新 林阳创新 集中之后是不是有真的拖 不是拖高 是真的也没有大涨 是不是真的大涨 你看是不是持续的再创新高 今天呢是不是收红这看起来就准备要挑战100块的整数关卡 但我说你不要去 你不要去追我们公开的就是已经涨起来了你就不要再去追了 你再去追我们这边如果 稍微震荡一下我出掉我赚钱 你出掉你赔钱可能你到时候又怪我 你看我们是集中布局一档 向上 就大赚 对不对 那另外一档是什么 这一档你看今天是不是也喷出 一度大涨7.94% 一度大涨7.90% 我们刚才讲的那一档 集中的一档 林阳创新 一档这一档马赛克 到底马赛克是哪一档 在讲之前我还是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一档鲁冰花 这档鲁冰花其实今天表现 也非常的强势 那我相信其实我从我的粉丝 朋友们 就有在问我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猜到这一档鲁冰花 那我为什么当初那么喜欢这一档鲁冰花 第一个 他有做先进制程 有做先进制程的话 当然就是跟AI有关系 现在AI的话他要设计晶片 当然需要先进制程的帮忙 难道 AI这么先进的东西 你觉得 一般的成熟制程 够吗 那当然要切入先进制程的股票 那切入先进制程的股票里头 当然要找基本面好的 你看一下他的营收就是棒 而且他的殖利率超级高 你看他殖利率有8% 很多人说 我要定存买股票定存买股票 8% 8%的股票 不是很值得大家 长期投资吗 就算你不要做短线 长期投资也值得了 再来本益比 也有够低了 本益比也只有多少 8倍左右 所以这两鲁冰花到底是哪一档 其实很多人猜到了 我讲为什么他叫鲁冰花 因为鲁冰花的歌怎么唱 天上的行星不说话 好像有点走音喔 地山地娃娃 像妈妈 天上的眼睛 沙雅沙 闪闪的雷光 有没有跟着唱 好 鲁冰花 就是台新科嘛 有没有 台新科 台湾 在天上的星星嘛 台湾的天上星星 台湾这部 鲁冰花的电影 天上的星星嘛 台新科啊 对不对 因为台新科 有没有抢 今天是不是上涨 今天是不是涨起来了 你看我们一路布局 是不是赚 是不是全部都赚 但是呢你看这一段过程当中 不知道洗掉多少 但是 你看有跌的这一段不是给大家更多加码的好机会 而且他就是一档基本面好的股票 我这搞不懂 8倍的本益比8%的殖利率听到我都觉得非常心动 就算是短线的修正 这就是筹码面的问题而已 筹码修正完毕之后 大涨 准备再创新高 是不是再创新高 我虽然说没有办法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创新高 但是我看得出他的基本面 我看得出他的技术面 题材面 全部帮大家 看得一清二楚 所以你看我们有没有较劲 57块58块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 一路较劲 对不对这就是我们讲的 你一定要重压布局 才会大赚你看我们都一直叫 台新科 台新科台新科一直叫一直叫劲 这就是我们操作跟别人 不一样 的地方 对吧 那为什么我特别这边讲到台新科 大家应该猜到了吧 这个股票这个马赛克 这个马赛克到底是哪一档 马赛克林洋创新 马赛克林洋创新 重压布局这两档 应该猜到了吧 你看你又要再次验证我们的 奇迹 这一档马赛克到底是什么 你 台新科吧 是不是台新科 就是台新科 台新科不就是我们的乳冰花吗 天上的 省心 省心台新科 对不对 有没有 你看我们都已经跟大家讲了 因为发现我节目上讲的股票 不是说像技嘉持续上涨 技嘉持续上涨我其实分享很久了 而且 我们讲的股票就是随时我们有可能会进场 你不要自己去进场 你自己如果搞不清楚 你不知道基本面哪一档比较 值得 你进场的话 还是跟着我们进场去抓住 会比较稳定一点 你看 台新科 是不是台新科 今天大涨是不是就是台新科 今天一根向上 挑战 历史新高 前波高点了 虽然说有点上影线 但是完全不影响多头格局 这短线震荡之后 可能就向上持续的走高 那既然都已经赚到了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出场 但坚持 报到最高 但是我就跟大家分享 你现在要再去追 我不建议 对不对 我常说要在突破之前 突破之前 进场买进 突破之前 重压布局 你才会大赚 没有 而且我跟大家讲过 一档股票20% 四档股票他就可以帮你 翻倍赚 所以啊你在 万七关前啊 你要怎么操作 我们已经帮大家准备好了 我们已经帮大家准备好 AI的股票 大家不用去追高 你不用再去 看什么旅游观光类股 涨了那么多你又买不下去 不用买不下去 我帮大家找 还可以逢低布局的 AI 相关的类股 其实大家预赚 你根本就不用去追高 我们都一再证明 所以我们这一次啊 赚那178 就是要 帮大家在万七关前啊 找到逢低布局的 好股票 所以如果说啊 你错过了我们的 银帮 你又错过我们的台新科 千万不要再错过这一次的机会 想要跟我们一起 逢低进场 买好股的 可以透过下面的电话 或透过我们旁边这个LINE 来直接跟我们联系 今天节目到这边 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投资握利 放眼未来 想要跟我一起使用 融合总金面 基本面 技术面 面面俱到的投资方式 掌握股价 关键买卖点 欢迎加入我的相关媒体频道 加入之后记得要按赞订阅加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